大家好,我是东南青 本期视频我们来预测一下S14世界赛BLG对阵T1的决赛 首先版本环境在前两期视频都已经分析过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就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在八强赛通过瑞士伦的英雄数据得出的结论 就是本次世界赛最重要的就是以任何方式去创造人数差 像是单点锁头秒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创造人数差的方式 利用卡莎梦炎加里奥这种可以超远距离位移的能力去多打少 也是创造人数差 波比把人捶走以及梦魇大招阻止敌方TP的能力也是创造人数差 牛头武器利用技能机制去一个人限制多个人也是创造人数差 派克巴德这种利用自身快速跑足的能力进行游走也是创造局部的人数差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废话 英雄联盟人多打人少是一个基本思路 但是这个基本思路在本届世界赛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这是由世界赛版本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S14神话装备被移除 然后S14早期较为强力的传说装备都已经陆续遭到了削弱 这导致所有人的一件套都变弱了 单个英雄的伤害普遍不够 你要动手抓人越他 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比以前需要更多的人员来参与 其次鞋子跟一些移速装备在世界赛前夕遭到了削弱 这又导致英雄的跑图能力普遍变弱了 人员调动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跑回线上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第三S14早期强力的吸取生命力加迅捷步伐的无脑类线符文 现在已经被削废了 这又导致一把游戏有更多的时间会花在补给上 进一步增加了人员调动成本 第四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世界赛前夕大幅提升了英雄死亡后复活所需的时间 尤其是前中期的复活时间 这又导致队伍掉人之后会陷入更长的一段人数劣势的时间 第五点 单条小龙提供的属性远不如去年世界赛 同时现在先锋的刷新时间已经过了能吃塔皮的时间 更别说塔皮还被削弱过了 这又导致小龙跟先锋这些中期资源都没有必须要争的必要 必须要争的资源只有大前期的潮丛以及大后期的远古资源 这又导致这次世界赛中期根本没有要跟你接五打五团战的必要 队伍有更多更灵活的选择 反而由于前面的二三四点 导致为了资源团集结五个人需要浪费更多的时间跟资源 进一步降低了中期资源团的价值 最后一点就是世界赛前夕把中路的AD大和玩法给削费了 只有杜绝了队伍去无脑放中期资源拖后期 这六点组合在一起 就使得传统的那种五打五资源团的打法变得不再适用了 反而是通过运营也好 抓人也好 游走也好 技能机制也好 去创造人数差到打法 变成了更优的解法 而BLG这次要面对的对手 T1战队强大的原因就是在于这支战队是目前玩这一套玩的最好的 我们在八强阶段的分析当中其实是不怎么看好T1的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得出了人数差打法的结论 但是T1在瑞士轮打的是非常常规的团战阵容 而T1一进入淘汰赛的理解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并且给出了更好的答案 之前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 那就是Karia的游走型辅助 面对涛博的时候就是一手巴德洛和派克 让涛博的团战阵容全权打在棉花上 而T1在对阵Genji的BO5当中也正是凭借这一手完成了收彩 其中第一把的Karia看似选到的是一个比较笨重的列纳塔 但是看过全场比赛你就知道这个列纳塔有多能游走 前期Faker的对线其实处理的是比较一般的 Trovi也不愧为对线期第一中单 的确给到了一些压力 但是Karia的频繁往中路游走极大的舒缓了永恩的弱势期 这是那场Faker能发育起来的关键 直接导致后面Genji无法处理Faker边带的永恩 见面就要被永恩打残 对位打出了2.5倍的伤害差 那一场看似是靠偷大龙的决策赢的 但是其实打到那个时候 Genji的这套主打前中期的阵容 无论是团战对上列纳塔还是编路对上五重的永恩 都已经很难处理了 然后第三把的列纳塔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一把的14到15分钟还贡献了一波 把打人数差的思路发挥到极致的 可以说是绝望的一分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回放 尤其要注意小地图上的狐狸 而第四把更是直接掏出了派克辅助 那把的派克辅助无论是前期对线连打两个闪现 还是中期不断的游走脚节奏 还是后期最后一波团战的一锤定音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T1输掉的第二局 就是给Karya选了个没啥操作空间的布龙配双射手 那么就是这场布龙 我也觉得可能没那么简单 T1这支队伍不太存在临时更换思路的说法 他们淘汰赛一共打了7场 赢得6场都是以Karya的游走为核心的 打人数差的思路 你说就这一场临时辨证了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同时Karya也用两把列纳塔展示过了 他的游走能力是个人能力 而非依赖特定的游走型英雄 所以我认为那场布龙前三手救出 应该是要去配合千诀打野 去打强势的野区对抗的 布龙跟千诀这两个英雄 同为前期小规模团战的好手 两个印记一起挂上 在前期是非常恐怖的 这两个人一旦联动游走起来 就可以起到一样的效果 而那一把之所以没有看到这些画面 主要还是因为那把换线被粘迹设计了 继而前期就直接崩盘 导致体系本身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然后还有一个点要说一下 就是Guma Yossi这名选手 我个人认为这名选手现在被严重低估了 Zenji对Guma Yossi害怕到 滑满鞋跟侠要到班卫买房的地步 甚至有一局前三手搬了三个AD 就是这样Guma Yossi仍然是把把C 这是非常恐怖的 T1的状态怎么样 Zenji是最清楚的 之前也爆出来过 他们在八强阶段是打了很多训练赛的 他们对于Guma Yossi有着这么深的忌惮 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我们仍未知道Guma Yossi的这手滑板鞋 到底有多恐怖 致使从打极兔的BO3开始 一共98比赛 都是被对手无论红蓝方都要前三手就摁掉 这手在班卫买房的滑板鞋 给T1的BP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而除开画面最多的下路双人组的话 T1的上中野反而在本次世界赛 没有那么多画面了 他们更多的是在配合自家的下路双人组做事 田中期的话是配合Karya在找节奏 后期的话则是围绕作为输出核心的Guma Yossi去打团 你基本看不到他们上中野三个作为一个组合在做事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导致他们在BP上受到的针对 一直是要少于下路双人组的 使得T1的上中野的英雄池 从未完整的暴露出来过 我搜了一下T1选手的排位记录 可以看到非常多离谱的东西 什么上单雅索 上单瑞兹 上单小炮打纳尔 中单卡莎打友恩 打野圣 上单竹美 上单冰甲皇子 上单半肉爱克打蓝薄 中单挺进路线 上单穿甲路线 上单不灭卡莎 中单沙皇他们也有偷偷在练 还有ONOR的账号上 不知道谁玩了一万把的小火龙 像去年世界赛决赛打完之后就爆出来说 T1还有很多底牌没有选用过 而今年看起来也是一样的 T1的上中野恐怕还准备了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边的BLG打微博 从我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对于这场BO5的内容其实是有些失望的 BLG虽然3比0拿下 但是并没有展现出很强的压制力 三局游戏的经济在前期几乎都是滞后的 整个BO5就透露出一股Genji的味道 甚至说第一把还真就选了小火龙 我其实是非常不理解的 这基本上就是他们下决在玩的东西 在我看来 BLG强的点就是在于他们3C的个人实力 那么选决就尽量要给到他们有着更高操作上限的英雄 他们赢下寒华的BO5也是靠着操作硬生生操作赢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半决赛就要开始开倒车去玩之前他们下决玩的东西呢 就拿第一把的小火龙举例 Night的小火龙打永恩其实算不上成功 并没有压制到小虎 真上的节奏基本上都是掌握在微博手里的 中期的龙魂节奏也被断掉了 如果不是小虎跟Tarzan给了很多机会 这一场BLG其实是很危险的 左边有列纳塔跟波比 就算小火龙成型也不是很怕 然后第二把基本是复刻第一把的阵容 中路没小火龙了就换了个同样需要叠层的大核辛德拉 但是他们又不是粘迹那种打法 他们在双C选到辛德拉跟爆弹人这种东西的时候 还是要来跟你接前中期团战的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 如果你要来操作的话 那么狐狸卡莎之类的英雄操作空间显然要大很多 选出辛德拉炸弹人 反而前期的团战打得非常胶着 导致这场的主动权绝大部分时候还是落在微博手里的 同样是小虎平凡的失误给到了BLG机会 到了第三把总算是来了一场全员冲阵的团战阵容 这场的观感就好了很多 虽然微博有些反抗 但是整场游戏的主动权是牢牢攥在BLG手里的 整体赢下来显得非常的轻松 在我看来这才是BLG在这个版本应该去选的阵容 这也是他们能够让一追三赢下寒华的最大倚仗 结果到了半决赛 突然来了两把中路大和 实在是看得我满头冒汗 这极大程度上体现了BLG教练组在选择阵容的时候 只停留在英雄之间的克制关系上 并没有一个成体系的思路 他们很明显是学了Jange的一首小火龙去counter永恩 但是事实上对线期能压制永恩的东西有很多 Jange之所以对小火龙情有独钟 纯粹是因为这个英雄适合Jange的脱后期的体系 而BLG的小火龙是不能像之前他们下决一样 每把上路都能补个鳄鱼来撑起前期对抗的强度的 就连Jange在半决赛对抗T1的时候都没敢选乌龟阵 前三把一直是给到球比狐狸塞拉斯这种英雄去打对抗的 到了最后一把实在绷不住了 就选了一个双射手的后继阵容 结果在15分钟就被拉开了4000的经济差 我不认为在防守方面BLG能够做的比Jange更好 其次BLG的英雄池现在暴露的比较严重 欧恩的这一手落在半决赛就一把都没有被放出来过 在没有落的情况下 欧恩选手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有一把还来了个风马秀 而且作为一个开团位的辅助选手 欧恩的击杀参与率居然在三局当中有两局是全队最低的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在决赛当中落被摁掉之后 能否有一个好的表现 他这周时间练了很多的派克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陷阱 游走是Karia的思路 但是Karia的游走不需要非得去选派克这种英雄 他两局派克选出来都是在对手的阵容比较笨重的前提下 尤其是在面对大叔人女这种比较笨重的应付时才会去选出来的 欧恩强行去选只会脱离队伍本来的打法落得跟去年微博一样的下场 然后像是左手的赛拉斯 薰的蝎子 冰的武器 这几个英雄都是名牌摆在这里的 但是这几个英雄本身就是版本强势 两边的上中也都是可以互相抢的 而在如何针对这些版本英雄上显然T1要做得更好 比如如果上路对于武器进行争夺的话 宙斯是有一手九筒counter武器的 而九筒这个英雄肯定是要更加契合版本的 对于队伍的贡献是更大的 无论是大招切割战场还是限制敌方c位 都非常适合敌望创造人数差的思路 而如果是宙斯这边出武器的话 冰此前是用纳尔去打武器的 但是纳尔就显然没有九筒来的灵活 在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 纳尔的优先级就越来越低 没有之前那种非半必选的说法了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太不稳定 面对强队时对面是知道看你怒气的 纳尔能找机会的空间太小了 再比如左手跟菲克的塞拉斯 菲克一波操作打出两个班位的塞拉斯 字不必多说 左手的塞拉斯也是在八强淘汰赛 打出过名场面的存在 两个人也都有一手加里奥打塞拉斯的准备 但是两场游戏对比一下 显然是菲克的加里奥熟练度要更深一筹的 包括我在看比赛的时候注意到 左手的加里奥副系是带主宰系的终极猎手的 而菲克的加里奥副系带的是 启迪系的星界洞西 加里奥在比赛当中星界洞西是很关键的 TP闪现金身这些东西的CD肯定是要远比大招CD要来的重要的 左手的加里奥在理解上显然是要略逊菲克一筹的 除此之外 菲克还展示过尤恩打塞拉斯 乃至于狐狸逆康特反打塞拉斯 在这个英雄的争夺和处理上 显然也是提望要更深一筹 然后排位的话是有看到兵在练青钢影的 决赛里面兵有可能会用青钢影去打武器 青钢影的一眼显然是要比纳尔更加稳定的 但是对线的强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其他人练的则都是之前比赛里面选过的英雄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 V的账号上有很多打野莫干纳的练习 这有可能是薰玩的 拿出来对抗之前 Owner发挥比较亮眼的V感觉是不错的 但是一旦选出来的话 队伍会更加缺乏主动性 面对进攻节奏很快的提望 不知道效果如何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两边AD的英雄池 两边AD的英雄池其实都很深 小吕布不玩卡莎 但是除此之外的版本英雄都玩得很好 卡莎是需要绑架辅助去玩硬服的 这一点其实对Karya不太友好 这会限制Karya选手的操作空间 而Alk在整个S3的表现 是BLG这边最稳定的一个点 英雄池的话 女警应该是不会出的 除此之外都很深厚 基本上什么都能玩 拿到炸弹人也有不错的表现 在决赛舞台上 AD位应该是最接近的一个点 两边AD应该都能有很好的表现 总的来说 如果是刚打完韩华的BLG的话 我会认为他虽然仍然玩的是 比较传统的团战阵容 但是拳员的状态都非常爆炸 非常能操作 是完全有跟T旺一战之力的 一旦把T旺拖进自己的团战节奏里面 逼迫T旺来不断的跟自己 打五打五的团战的话 是完全能复合打韩华的引发的 但是在看完半决赛之后 BLG又表现出BP逻辑混乱的问题 他们要玩什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在面对微博的时候 可以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 和对面的频繁失误 拖到小伙龙成型 但是面对T旺的时候 他们能招架得住T旺前期的进攻吗 半决赛抄了一些GENGY的英雄 现在下路似乎又想要抄一点 Carrier的游走辅助 老老实实打自己本来那一套团战阵容 到底有什么不好的呢 到头来是不是又要中路选个大核 然后巴巴隐身 Alk跟阿兵又开始尽力 但是拉不住野斧开送 最后公式化的输掉比赛呢 难道我们又要看到五个天才少年 靠着个人能力打到S赛决赛 但是输在了BP跟游戏理解上了吗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就两队先前的游戏内容而言 我认为本场比赛将以提望3比1 或者3比0战胜BLG的比分结束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或许分享更多有趣出装和玩法 以及更多赛事分析